拿了一個透明的鎖頭和一根小鐵絲 我們把鐵絲折彎後 往鎖心裡面捅幾下就能打開一把鎖 這是我們在電影中經常能看到的畫面 但是在現實中是否真的能做得到 當你看完這個視頻 想必你心中已有了答案 但千萬別去做壞事哦 當你開門把鑰匙插到鎖空裡時 它內部都發生了什麼 它又是如何工作的 傳說中的萬能鑰匙是否真的存在 我們大致了解一下這種鎖的結構 外面部分是鎖體 中間黃色這個是鎖心 這個孔洞我們叫鎖眼 當正確的鑰匙插入鎖眼時 這個鎖心是能轉動的 再看一下它內部的結構 有一排孔洞貫穿了鎖心和鎖體 每個軸孔都有一根彈簧 壓著中間部分是活動箫 最底下一排是驅動箫 畫面中能看到每個軸孔內的驅動箫長短高度是不一致的 當我們插入正確的鑰匙時 鑰匙上的凹凸齒剛好能讓驅動箫整體高度 齐平於鎖心與鎖體分離線上 這時轉動鑰匙帶動鎖心轉就能打開鎖頭了 反之如果插入錯誤的鑰匙 鑰匙上的凹凸齒不能使驅動箫整體高度齐平鎖心與鎖體的分離線上 就轉動不了鎖心打開不了鎖 那傳說中的萬能鑰匙又是什麼工作原理呢 其實不存在萬能鑰匙 但有一種鎖能同時兼容多把鑰匙都能打開它 假如我們在前面這條軸孔上給它多增加一個活動箫 這條軸孔上的鎖心與鎖體是不是就有兩條分離線了 當租客的鑰匙插入進來時 能使驅動箫高度整齐於分離線上 能正常轉動鎖心打開鎖頭 當房東的萬能鑰匙插入進來時 第一條軸孔上的另一個活動箫就起作用了 同時也能讓底下的驅動箫高度齐平與分離線上 那如果我給每一條軸孔都增加活動箫 是不是相當於這把鎖又能多兼容了幾把鑰匙了 好啦 學會的網友千萬別用你那小鐵絲幹壞事哦